在西北地区的秦岭深处,有个叫鸡窝窝的偏远村庄,村里有个叫和和的复原军人,因为见过外面的世界,所以回到村里,她就喜欢倒腾各种新鲜事物,烧砖,养鱼,卖豆腐,养残,这些都以失败收场。 和和老婆秋荣见老公对庄家伙一点兴趣都没有,不务正业,就带着儿子和和和离了婚,单独过起了自己的日子。 当初的媒人,辉慧见两口子闹了离婚,就暂借了一间屋子给和和住,平时也会在庄家地里帮着秋荣干些农活。 辉慧和秋荣都认为,农民只有安心种地,图个衣食无忧也就够了。 辉慧老婆桂兰则不这么想,她希望眼前的生活有所改变。 和和带着桂兰逛了县城,桂兰看到了一个与农村生活迥然不同的外面世界,更加坚定了她要做出改变的决心。 村里人把和和和和和桂兰去县城的事儿说成了私奔,挥挥顾着自己的面子和名声,就跟桂兰离了婚。 和和在县科伟的帮助下,贷款养起了五鼠,桂兰帮忙饲养着他们。 同时,和和又到外面去跟人跑运输工地打零工,存钱购置了泼拉机,做起了运输生意。 最终,和和和和和桂兰两口子做生意发了财,挥挥和秋荣则为没钱拉电线而发愁。 挥挥与和和和,这两个以各地相称的男人,各自的老婆与自己的思想认识完全不同。 挥挥就是偏远山村农民的典型代表,她朴实能干,任劳任远,靠着一双手成为了农民里的妇人。 妻子贵兰,身性豪爽,干事利索,是操持家务的能手,和挥挥的守旧不同。 贵兰是个敢于尝试,对新鲜事物充满着好奇的人,她对于累死累活都挣不到几个钱的农民身份,感到厌倦。 虽然有不少对生活的抱怨,两人的日子过得也还算和美,然后挥挥唯一的遗憾就是贵兰不能生育,在传统宗族社会里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。 想要抱个白叛儿子,成为挥挥和桂兰之间不能碰触的伤。 和和的几次创业都以失败告终,把她和妻子秋荣辛辛苦苦残下的家底拜个金光。 和和代表着想要通过创业改变人生的人,生命不息,他们的折腾就不会停止。 而秋荣代表的是传统农耕文化,务实肯干,勤俭持家,只想过着安安稳稳的农民生活。 在改革与传统,创新与守旧两种思潮的冲击下,四个人以离婚又结婚的方式,完成了思想与生活方式的重新匹配。 婚姻说到底还是三观一致,性情相合的人生活在一起比较和谐。 而是并非还有策撕摸 Matthew寗说 regret,他有请对高级传统、腹名主纪还flowing。 在的期剐交友,全体的冲击,き名